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又是一期美食料理制作的视频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最喜欢美食了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羊排,英文叫做Lam Chow 它其实是一种西餐,不过我们用一种中西结合的方式把它做出来 因为最近我也是越晚期越来越馋肉 各种各样的肉一想到就流口水 那么自己动手风衣足食,想吃羊排了就自己在家做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份羊肉 羊肉呢可以在Costco还有很多的老美超市都可以买到很新鲜的 那买羊排如果你买的是冷冻的呢 记得要放在冰箱里提前解冻 可以提前一晚上从冷冻拿到冷藏 这样呢可以让它自然解冻 又不损失这个食物的新鲜程度 那解冻完之后呢我们把它取出来用厨房纸把它擦擦干 表面呢不要流任何的水分 那这样呢可以让羊排在出锅的时候表皮更加酥脆哦 好那这羊排呢我刚已经擦过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分开 分成这种一截一截的 然后呢放到我们的那个碗里面去喂一下 切羊肉的时候呢尽量的把它们都切的大小一样 这样的话做的时候呢温度也比较好掌控 可是一般羊排呢到最后面的几节都会变得特别的肥大 可能也是身体部位的原因那那一些比较肥大的呢 可能就要提前下锅 那这一些在上菜的时候呢就可以给那些比较喜欢吃肉的人吃 那现在我们羊排已经切好了 找一个这样的大碗把它放在里面 我们现在就开始去准备要喂的材料了 然后呢我们放一点点柠檬进去提味 好现在就是喂肉的部分 喂肉的部分呢我们要放一些parsley 然后呢放一些thym 前两天烤火鸡的时候用过这个 我刚才放了盐胡椒鸡精 然后呢就是根据你的咸淡口味去放 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放一些橄榄油 或者是牛油果油这种比较健康的油 那我们回头煎羊排的时候呢 可以额外再添一些黄油进去来增加这个味道的鲜度 调料都加进去之后呢 现在就要撸起我们的袖子开始喂肉的工作 给这个羊肉呢做按摩 切完每一块上呢都均匀的只沾上了酱料 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用保鲜膜包好 然后放到冰箱冷藏 一般冷藏几个小时 大概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就是你一般做的那一天 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是当天中午做 第二天晚上吃味道都会不错哦 好 好了那现在我们的羊排已经喂好了 然后呢我们就拿去锅那边煎 每面大概煎四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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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种浓浓的羊肉香味还有馅香味 那我放一些洋葱和蘑菇进去呢其实是给它借味儿的 因为蘑菇和洋葱本身都是有清香的 然而这个羊排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好 好了现在正反都煎了四分钟 我们就把火调大大火让它收汁入味儿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做羊排的视频成品看起来还不错蛮香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帮我点个赞 那我是Mina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